这背后的照片就是为了纪念35周年前的四个巴运动 在1988年这是缅甸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次在8月5日包括缅甸流亡者在内的数百人 在英国首相官邸前还有英国议会举行的纪念活动 在这次的抗议活动当中 他们要求缅甸军方尽快释放政治犯 要求国际社会对军方采取更多的行动 实现缅甸联邦的民主 抗议结束后 他们继续在格林公园举行了筹款活动 这次在韩国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 因为8月6日8月5日都是周末 所以在利用这个周末的时候 大家提前搞了这些活动 就看到缅甸的侨民在各国家 都是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这次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 这个人数就比较多一些 这次在革命的解放区 也在举行各种的纪念活动 今天是2023年的8月6日 非说不可的第87集 今天AUG政府有个重要的发表的声明 共同奋战春季革命的革命组织 共同的立场的联合声明 日期就是今天的8月6日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革命力量 为了决数包括军事独裁在内的一切独裁 并根据联邦的愿景 联邦的价值观 指导原则 基本政策和路线图建立联邦民主联盟 我们根据联邦民主宪章 特此声明以下政治目标和立场 第一点 我们坚信缅甸春季革命的最终目标是 全面严格的实行联邦的民主实践 以建立一个新的联邦民主联盟 不仅是在形式上 而且是在实质上 制度的变革 其目标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 只是形式的改变 而不是实质上的改变 这只会让独裁的统治继续存在 这个主要讲到的观念点 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制度的变革 缅甸是没有未来的 这是AUG政府及相关部门 特别强调的这一重点 第二点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坚信必须永久的消除 目前的非法军事夺权 同时也必须永久的绝束军事政变 和军队介入政治的习惯 这点就是强调了缅甸未来是不让军人干政 不会走到泰国还有其他国家这个道路 这也是他们坚信的道路 第三点 同时我们坚定的承诺 在未来的联邦民主联盟当中 我们将建立一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联邦的军队 专门承担防御外敌入侵 专门承担防御外部威胁的责任 并且无条件无例外的在文职政府的控制在内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强调的 NUG现在领导的军队是为谁而战 在未来 他们不是为了政党 也不是说为了民盟了 是为了全体缅甸人民 这个之前前几天军方想利用昂山素姬 打一个擦边球 想用他的微信散发一些谣言 说他不支持NUG 不支持PDF NUG政府这些高层的头脑非常清楚的意识到 这个问题如果有可能就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已经告知全部的缅甸民众 缅甸的NUG政府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去改变 因为他是为了这个国家 这也是一个 这也就是看到缅甸真实的未来的一个大的变革 四点 我们将授权和实施过渡时期的司法机制 以解决侵犯人权战争罪 危害人类罪 种族灭绝罪和其他的罪行 这些罪行不仅是非法军事政变 引起引发的冲突以来 而且是各阶级和族裔群体在世世代代所犯的 以确保所有此类罪行 真相得到威护责任和问责得到落实 正义得到伸张 并防止进一步发生此类违法的行为 这个就是强调缅甸未来是法依法治国 用法力为这个国家去作保障 第五点 我们拥护并认同这些目标 坚决杜绝一切偏离我们的新时代 新制度确立的远景和价值观的政治举动 这就是说他一切是根据整个世界的历史的潮流 确定好自己的方向不会再左右摇摆 也就是有他们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目标 第六点 我们将坚定不移 毫不动摇的继续前行 继续战斗 与继续战斗 顽强拼搏的全革各族人民 携手并进 奋勇前进 走向新时代 新时代的革命 一个新的制度 充分保障建立联邦民主联盟的政治进程 并在平等的基础之下 进行集体的领导和集体的责任 直到我们实现我们最终的目标 民族团结协商委员会和民族团结政府 我们看到他未来强调是集体领导和集体责任 不会放弃这个目标就是推翻军人的独裁 必须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审判 这也是今天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我接下来分析一下具体的一个事件 随着恐怖军人集团的财路渐渐的关闭 直接影响他们操作的具体的恐怖的操作的方案 他们将更加疯狂的掠夺民众的财产 2015年之后 民盟执政期间 虽然受到了军人集团的背后捅刀子 搞了很多的小破坏 破坏经济 但民盟通过自身的努力还是让缅甸的经济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尤其在东南亚名列前茅 缅币也在缅甸境内能够自由的兑换 虽然有一些下跌 但是整体还是非常稳定 经济势头也非常的强劲 恐怖的军人夺权以来 限制民众的取款 到今天为止 银行存有大笔款项的民众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存款 大幅的贬值 又无能为力 这以强盗抢劫如出一折 这都是明抢 其实就差拿枪去抢 其实就是明抢 这就奇怪了 既然民众的存款都被冻结了 市场的物资也非常的充沛 不应该贬值如此的迅速 实际情况 缅甸有几十家的大型的私人银行 民众的存款也大都存在这些私人银行当中 政变后 这些私人银行也只能够按照军方的指示 冻结民众的捶款 只能提取数量有限的现金 而金人集团印制了大量的债券 债券强制这些私人银行购买 在子弹的威胁下 武力的威胁下 又有谁能够抵抗呢 抵抗也失去了生命 也失去了空吃 失去了银行的控制 恐怖的军人是无底线的 他们用了这些废纸 夺取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救命钱 军人无节制的掠夺 造成了现在的物价的飞涨 人民的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贫困使缅甸的人民也更加的麻木 生命如草芥 这样的罪恶的集团 何时才能够得到报应 飞格也想不会太遥远了 通过最近几个月的报道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已经成为了现实 不会太遥远 那就是为什么通货膨胀这么快 因为原来军人把民众的存款 发行了债券 利用这些造成了更大的通货膨胀 这就是罪恶的军人干的这些事 我就通过这些事件解构一下 为什么缅甸的缅币跌得如此的迅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还有国际的制裁 还有缅甸又发行了两万紫币这个事 你想他们直接去用银行的存款 去发债券已经无法满足了 就相当于明抢过几天就再解决不了 就是直接去抢 这也是大概率军人要干的事 所以希望NUG政府加快速度 让缅甸民众早日解脱 被他们的强制镇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分享 感谢大家对飞格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You treat it on my bed Qi do tell a loo shi wa me javei a ti vo Qi do tell a ti a mi a tamo n'e lo dansevo Si no chenei jayi a te lbe Qi do yeta la piedu yeta Qi do tell a ti a mo n'e da a lo dansevo Qi do tell a n'a sherei ko mi a tassevo Si no chenei jayi a te lbe Qi do yeta Qi do yeta